今早的天气还是有点阴 最适合打羽毛球了 已经有三天都没出去打羽毛球了 现在准备下去了 哈喽大家好 已经好几天都没有更新视频了 这两天因为都是下雨 没有什么可拍的 今天在公司里面 因为这一个星期 我早上起来都是跟我们老板 在下面的场地打羽毛球 现在也七点过十多分了 也准备打电话叫他起床 然后去打羽毛球 我还觉得打羽毛球 对颈椎非常好 因为都是抬着头 然后全身都运动 就是出汗 就容易减肥 已经打了四天了 除了星期六星期天 上个星期 也打下昨天 因为星期一 昨天就是下雨 没去打 今天我看天气 也还可以 现在也准备下去了 他说就是每天 就七点半开始打 半个小时 然后再上班 吹一身汗 还是比较舒服的 以前就是跑步 就对膝盖也不好 跳笋也是 但是我感觉我没力气 我还是比较喜欢打羽毛球 跑步的话就是下去做一下热身运动 然后就开始打羽毛球了 因为今天事情也比较少 打了后还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再上班 现在他们都还没起床 因为我们这里八点半才上班 差不多那些男同事差不多要八点多才起床 我是起的比较早的 我六点半就起来了 然后就是梳洗一下 等一下就不上来了 看我的发气越来越高了 这段时间掉头发特别严重 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因为洗了好多那个防头发的还是一样的 也没有什么效果 就随它吧 羽毛球在门卫室放着 现在过去拿一下 然后做一下那个打羽毛钱的准备 那个羽毛球有点那个手柄 有点要重新给人家弄一下了 这是我前一天 前座时间买的 这是比较好的 我们老板还没有起床 我先放在这里 然后做一下那个热身运动 今天的天气最适合打羽毛球了 因为也不热 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现在已经打完了 打得我脸都打红了 打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现在喝点牛奶差不多要上班了 打羽毛球到处都锻炼的到 全身都上 我的同事都来了 现在准备上班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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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